在台北舉辦的世界聽障青年田徑錦標賽 昨天最後一天賽事 台灣代表隊再傳出了解報 前天奪下銀牌的陳雲軒 在女子八百公尺項目再添一面銅牌 而後天世界聽障田徑錦標賽也即將登場 包括上屆聽澳金牌 也是世界聽障女子一百公尺跨欄的紀錄保持人許樂 還有三屆聽障奧運女子標槍銀牌的許安怡 也都將會出展 站在中間第五跑道的 是於15日在女子四百公尺奪下銀牌的陳雲軒 這次要挑戰女子八百公尺項目 一開始陳雲軒處於落後集團 調整節奏後一局前進第二名 並努力拉近和第一名的差距 到最後一個彎道 她開始出現皮態 被後面的英國女選手超越 進入最後一百公尺直線 雖然開始全力加速 但是英國選手也全力衝刺 到最後還是以些微差距拿下銅牌 接著陳雲軒還要繼續參加 聽障市井賽的四百公尺和八百公尺項目 她說挑戰很大 但會全力拚 另外最後一場的男子一千六百公尺 四人接力賽 拿下一斤一銀的 韋宇哲和一百公尺銅牌的吳木庵 腿部都出現不適狀況 為了保護選手選擇退賽 痛失兩大主力的臺灣代表隊 一開始就落後 以墊底收尾 首屆世界聽障青年田徑錦標賽 臺灣代表隊一共拿下一斤二銀三銅 總教練安慶龍表示 這次賽事讓臺灣年輕好手 獲得不少寶貴經驗 至於也有報名聽障田徑市井賽的 韋宇哲和吳木庵是否能出賽 還要和教練團討論再決定 記者 尤軒文 台北報導